而浙江投资银行本带记仅有两场胜利 东莞队凭借着六连胜的气势 在开场就反客为主 以一个11比2的开局 本带记在卖叫格尔让的调教下 东莞队的防守可以说是有了质的飞跃 而进攻向来是东莞的强项 张凯这次抢得进攻篮板的2加1就破具东莞特色 凭借着多点开花的围攻 手机比赛东莞队就将分叉拉大到两位数 第二节东莞队提早进行了阵容轮换 换上了顾全孙哲等年轻小将 但是浙江队除了詹姆斯抓住机会灵光一闪之外 也难有其他作为 东莞队重新换上主力之后 更是将进攻打得行民流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外援弗洛曼 这位2米08的大个子已经成为了球队的进攻轴心 他也是目前球队的助攻王 赶上比赛 葡萄曼贡献了全队最高的33分 不过第二节结束前 沉默半场的冰锦辉突然爆发 帮助浙江队将分差缩小到4分 下半场刚开始 双方都派上了双万元 尽管名气不小 但是东莞队的小个子外援 约实的突破能力还是值得肯定 敏捷的反应和良好的控制 让他接连得分 帮助东莞队一直处于领先 在扑灭了浙江队最后阶段的疯狂反扑之后 最终东莞队以108比105战胜了浙江队 逃取七连胜